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Ka B40相比跟之前那一个是比较完善的 那么这个PKa B40只是给B40群组的人民享用的 还有呢 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资格得到这个保障呢 你可以去到这个网站 PKa B40.com.my 放你的IC number进去查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有资格得到这个保障 可是呢 有几个条件 第一 你必须是B40群组里面的族群 然后你必须是50岁或以上 那么怎样知道你自己是不是B40群组呢 很简单 你的家庭收入少过3000块 或者是你是有得到Banduan Sara Hidup的资助的呢 你就有资格得到这个保障 那么呢 这个保障当然有它的条件 那么第一个条件呢 你必须要去做medical checkup 这个medical checkup不能随便去任何的clinic 一定要跟这个PKa B40有合作的 或者是我们叫做PKa B40的Panel Clinic 做一个medical checkup 或者是PKa B40的字眼叫做Saringan Kesehatan 那么你必须做了这个medical checkup呢 过后才能够可以得到这个保障的 那么呢 这个medical checkup呢 其实也有包括 for女性有包括乳房的检查 for男性有包括这个prostate的检查 也就是前列线的检查 当然还有其他普通的medical checkup 包括心理的那个健康的检查 还有当然你的身高体重啊 之类的一些question air的东西 经过了这个medical checkup呢 你就可以享用以下这三个利益了 那么第一个利益呢 就是我们叫做医疗器材 Banduan Alat Perubatan的这个保障 那这个保障呢 你必须是要在政府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保障的 这个保障for你的lifetime一生中呢 是有20千马币这么多 那么呢这个保障呢 Banduan Alat Perubatan呢 就有包括那些心脏血管阻塞的那个stand啊 有包括那个心脏的那个pacemaker啊 如果耳朵有问题有包括那个助听器啊 你的关节有问题他们装一个器材在那边来辅助你的关节的那个器材啊 你如果有摆内脏我们叫做cataract啊 它有放那个intraocular lens的那个lens啊 还有轮椅拐杖等等 这些我们叫做Alat Perubatan 并不是医药费哦 那么呢 那算起来应该是第三个利益呢 就是第一个是medical checkup 第二个是医疗器材 第三个呢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患上癌症的 然后你是在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从第一个治疗到治疗完成的位置 你complete整个治疗 在政府医院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所谓的好像bonus这样子啦 叫做incentive melengkapkan rawatan cancer 那么这个incentive呢 政府就会给1000块 for那些完成他们癌症治疗的病人 那么呢 接下来第四个的利益呢 就是 Bantuan Pengangkutan 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的subsidi 那么呢 如果你是要得到这个subsidi呢 你必须是要 刚刚我们讲的第二个benefit 也就是Bantuan Alat Perubatan 还有第三个benefit 也就是incentive melengkapkan rawatan cancer 这两个利益的受费者呢 才可以享用这一个受费者呢 也就是incentive tambang penangkutan 那么如果你是在Bantuan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次性的500块 如果你是在Saba Salaue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次性的1000块来辅助你 从你的家去到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当然 那个500块跟1000块呢 是最高maximum 所以就要看你的家里去到 最靠近的政府医院或者是你接受治疗的政府医院的距离有多远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利益啦 就让更多人可以受贿 然后有更多的benefit在里面啦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叫做percarb40 你可以去percarb40.com.my 来得到更多的详情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那么就请你按like顺便share这个video 如果你在YouTube看这个video的话呢 就请你subscribe订阅我的这个频道 还有打开这个小铃铛 所以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最新的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